观众我们这期两个话题 一是美国为首的西方 现在对我们中国经济可以说是虎视眈眈 唱空做空不绝于耳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什么 然后我们第二部分说一下 特别是医疗体系这背后包括权力斗争在内 包括利益洗牌 包括各方诸侯拿的太多 包括一些领域像医疗领域拿的太多 这里面的改革一定要进行 而且是一个标杆式的一个东西 就中国的卵环境 像医疗包括像音乐 我们最近看到的种种方面 这些方面都要做出重大的调整 不改革一定是死路一条 不改革我们面临解体的风险 就会不断的增大 不改革我们在未来三年五年 乃至三十年五十年 跟整个西方竞争的时候 我们甚至面临着极为严酷的 被肢解的这种潜在风险 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的一些情况 我们上一集说了 就不再重复了 火箭军情干这些 我们看纽约时报中文的头版 里面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跟中国经济很差 有关系 就掺空加做空 第一条 对未来没什么希望 中国经济疲乱 悲观和焦虑 情绪蔓延 然后我们看下面的 美国多州出台针对中国的经济限制措施 美日韩峰会深化地缘政治对抗 这表面上是地缘政治对抗 但这个时候也是从根上掺空 做空 然后我们看到中间这一溜房地产的三条方向 都是一次比一次出手重 像最后一条说中国亚航再次下调LPR 像这些LPR我们国内的我们基本上我们就不了了 对吧 因为没什么意义 我们已经转向社会问题上去了 包括像最右边的这一些 这些掺空像保罗克鲁曼 也是隔三差五就来掺空了 中国经济危机有多可怕 这些包括最后一条 从习近平到普丁 年迈独裁者的危险之处 所以我也看了几韩字 大概就是普京先生跟习先生年纪都大了 但之后权力交接可能也面临很多问题 但是长期的忧虑 未来10年20年你总的交权 从这个出发点来说这个问题 现在我看了一下三振指数 今天星期二还是22号突破了一下新低 但是尾盘的时候有一个爆拉的那么一个过程 我们国内现在也有很多力量 爱国力量在想要维护我们的人民币 包括A股在内 今天连人民币也出现较大的震荡 早盘出现较大程度升值 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又出现了大幅度贬值 幅度比较大了 0.2%的样子 这一系列的掺空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前面做了一个短片说了 现在会冲击的是我们最多就是最多4亿人 就你有车开 你还有一个不错的房产 1234线城市 对吧 然后你可能才有前来冲击 对于剩下的10亿人来说 他原来骑不了电动车 老是被交警攒下来 未来的这种情况会再不能再攒了 对不对 因为已经没饭吃了 反正已经不能再下滑了 我大致这个意思 但是你如果有一台车 你可能还会被收更高价的停车费之类的 我们说这10亿人的触底 就是经济传统的 包括房地产这些方向 没有什么可聊的 我觉得这些说的话都是我们几年前说的 而且这些风险大家都可以预测到的 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聚焦社会问题 才是真正的关键跟核心 社会问题才是关键跟核心 当然很多人说 你还是得聊聊经济 我们就还是聊聊经济 什么是真正的风险 我告诉大家 这个通货膨胀 我去年前年说 中国可以拉爆美英的通胀 国内没能做 我们现在知道了 对吧 肯定很多这种秦刚先生这样的人 我甚至说中国金融体系 那就是美国的后花园 想来就来 对吧 想自己的厨房 像下厨房做什么菜吃 就下厨房做什么菜吃 今天拉LPR也可以 明天这样也行 当然这话夸张了 就是整体你可以 你可能可以大致按照中国的这个意愿来 但实际上你的时间点变了 这个意思就变了 对吧 什么时候落实这个房地产政策 怎么落实 同样一件事情 你换一个角度来 你是加息的角度 还是行政命令的角度 这是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我们不拓展 我想这个说一下真正的忧心 就是我们拉美国通胀是没落实 但是美国拉我们通胀 这个落实起来 现在可是来到了一个较大的位置 其实这方面 关于粮食的价格 我不想制造焦虑 因为这不当是我们中国还是全球的问题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通货膨胀 我们能承受的 一年前我们的分析 一年半 两年前我们的分析是 美国可以最多承受20% 中国只能承受10%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中国本身 恩格尔系数就比较高 中国财富 家庭财富本身就没有美国 包括其他的欧洲国家这么高 那么我们只能人家一半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美国来到10% 不到一点的时候 事实上可能已经百分十几了 对吧 然后中国没有出手 石油关键价格 关键时候价格没涨 现在开始涨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 两年前一年多前没涨 工业品价格没涨 对不对 那么美国过关了 那现在麻烦就是我们的 全世界很多国家拿了人民币 拿了美元 他们都过关了 现在就是我们没过关 你知道吗 那现在这个情况局面就是 中国经济虚落了两年 我们之前预测的10%的CPI 对吧 你做做数 可能5% 6% 中国也能够没问题 但是这两三年 疫情叠加 疫情解放之后 我们消耗仍然很大 所以我估计的话 事实上我们承受不了10% 可能7% 8%就已经是极限了 那么如果说官方做一做数据的话 实际上当CPI来到5% 4%的时候 我们打对折 4%左右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承受不住 什么叫承受不住 就是我们这10亿人 我刚才不是说我们没问题吗 这房价他很多人 他房产本身就不值钱 对吧 问题还是不会有 就是跟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 就是你买不起吃的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们都说中国不存在买不起吃 是 现在仍然是这样子 但是未来仍然可能又买不起吃的 我记得90年代末的时候 我下过田里干过活 我有个舅舅是做农民的 我周末的时候就夏天一两天 那个时候粮食好值钱 我记得好像得卖一块左右 甚至一块多一点 那是20多年前 那个时候很多 包括北京上海一个月的工资 就几百块钱 9697年的那阵子 我才四五年级的样子 那一阵子中国的粮食 还是有比较大的焦虑 包括通货膨胀 特别是什么问题 我们当时财富比08年那一次 油价也涨 粮价也涨的情况 其实要更加危险一点 因为中国的未来的环境 还不知道怎么样 96年台危机也在那前后脚的事情 时间爆发 也不知道美国对华的政策 跟态度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那种迷茫 我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把很多东西加进来 去分析 那个时候的粮食 其实真正的是风险是很大的 要大的多 现在的话 我们当然说风险要小得很多 我想这也是可能科技很活 一直没有被强力打压 除了高层根本坦平之外 还有一些战略学者可能认为中国粮食始终不够沉 你搞得太高的 这个严苛可能还是没那个条件 这肯定是一个原因 现在这个风险像阿根廷最近说要跟美国走 他给中国供给的是千万吨级的大豆 虽然中国总进口是一亿吨 阿根廷大概也就是百分十十几 但这足够影响中国价格的波动 如果这全面控制在美国手里 美国他自己的加他阿根廷能量就蛮大 还有巴西在关键时刻 我们说未来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未来我会反复强调这一点 未来半年这个时间点 在金融这一块 就像我过去说 每半年中国文化环境要出现巨变一样 我们有一些小的脉络 现在半年的时间之后 中国经济再往下俯冲一些 那么可能拉爆中国通货膨胀 拉爆中国的CPI 可能就会是美国的动作 两次我刚说的我不重点说 我们就从石油的角度来说 石油现在已经突破大半年前的高点 我们前面做了一期节目也说过这个问题 现在的局面就是俄罗斯 他要么开放远东 要么就是回到能源这块上面 想要多卖钱 想要多卖钱是他的命根子 在这个问题上面跟中国合作哪个重要 都重要 但是关键时刻可以偶尔把中国踹一下 美国可能会提一个非常优渥的条件 让他答应你这半年或者这三个月 答应我把油价拉高一点 我给你钱 这个Swift你想买哪些西方的东西 我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交易潜在的交易是有可能的 这种三国的这种关系就是彼此之间的联盟 实际上是非常弱的 就是我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三国演义 东吴跟西蜀结盟的时候一起进攻曹操 对吧 事情都没做 东吴这边人就说了 这诸葛亮太聪明了 咱们把诸葛亮给做了 诸葛亮渡过长江逃出升天了 然后叫水兵骂东吴说周瑜是周瑜妙计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两边结盟打第三边一直都是不稳固的 所以中美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 何况中国跟俄罗斯还没有正儿八经的硬结盟的协议 那没有硬结盟 没有什么所谓的撕不撕毁结盟协议这一回事 而且真正到关键时刻该撕毁还是得撕毁 所以现在至多算软性结盟的情况 随时都有可能翻脸 或者是短时间的出卖 所以我说这个CPI现在虽然是负的 上个月是掉落了负的 是通缩的状态 但是通缩到通胀的这种剧烈的变化 其实通胀也好通缩也好 整体来说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在价格扭曲 就是价格它扭曲了之后会影响经济效率 或者说就算这种扭曲是一种修正 那么在修正这过程中也有大量的痛苦 何况很多的扭曲本身就不是修正 或者说矫枉过正 这个时候就带来更多的痛苦 而如果说从通缩到通胀 快速的这么变动 或者说从通胀到通缩快速这么变动 这情况就更恶劣了 更严重了 这个经济就会震荡 所以我说真正最严重的在美国从石油粮食等等方面 而且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去布局 那么到时候中国想要解决问题就很难 你要解决粮食问题 你能跟阿根林关系蛮好 对吧 要能够给他出口消龙 帮他解决马倒问题 之前是这种路子 能够进来 是这种路子 但是你突然间他跟你断了 或者说就断这半年行不行 这风险是大的 所以我说 未来我们是 我们压力是蛮大的 所以我说这个改革 包括对外要强硬 这两点必须都要组 就是战略定力 这一点一定要抛弃 反而要用战略折现 就是我发明的一个词 把未来的优势拿到现在来用 所以我们就慢慢说回改革的这个问题 那这疫情已经过去大半年 快一年的时间了 恍如隔世 是不是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 我感觉确实像是几年前发生了事情 我个人没打疫苗 在上海当时还说打疫苗给钱 你知道吗 第一张第二张给好几百 我咬着牙没打 没有 捅喉咙也捅的少 一共这几年捅了四五次 这个非常少 而且我还在外面一直跑的情况下面 都还没有 因为我是觉得后面这一年确实是浪费了 这导致一个什么严峻的问题 就十几亿人你能想象 被多关了至少一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一年半 甚至我们说夸张点到两年 第一年封控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到第二年的时候 年终的时候 这个讨论就要展开了 而事实上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在国内某个平台 我还发了节目 刚开始允许讨论 放了大概一天 就仅我自己可见 就不让播出了 这种局面 我们说几个系统都在 拿到他最想要的东西 导致了严重的这种溃败 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承受了一切 最顶层 权力节省 他觉得比较偏坦平 就是没有认证的干活 没有好好的研究 身边的人用人不查 从医疗体系到宣传口 包括民情民意有没有上传上来 老百姓面临多大的困难 他们知不知道 这都是不负责任的 包括说权力的这种滥用 维护自己政策的这种 这是我亲自作证 什么 这个事情的话 这个责任 我跟大家说 这个世界就靠我们十四亿人 我再查开点说 你说靠十几亿的 绿洒的伊斯兰 他们干活吗 女人基本上全部不干活 男人的劳动率 没有我们女性的劳动率高 欧美人干活吗 是干了一些 现在没有那么勤奋 硅谷可能有一些 挣得多的人 他愿意多干点 平常很多人都是坦平 中下层 那就吸毒 最后10% 零元购 不当时免费要吃 想要免费吸 欧美现在慢慢的也堕落 20年前30年前堕落的毒 中东的非洲的 包括印度教的印度 印度十几亿人口 有十亿七八亿是印度教 他们干活吗 他们也不干活 全世界就我们中国人在干活 你说这个世界 给了我们中国老百姓什么 这五年来 我们不说更早的 更早的时候 我们错过了 实际上不说 就过去五年 这个世界是不是对不起我们老百姓 我们的高层也对不起老百姓 我就说了这句话 这叫什么 父母无能 子女卖命 子女卖血 子女流血流泪流汗 上面的阴阴狗狗 就是这么糟糕的现状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这个政策就是这么落实的 旁边的医疗体系 这是他自己又制成体系的 医疗体系是怎么 张文宏还是张红文 就是上海那个网红 他有没有拿这个辉瑞的钱 辉瑞现在说了 这个是超过一亿美金 在中国官员 还被美国罚了 为什么被美国罚了 事情没办成 钱又花了 这个问题的话 我估计辉瑞也是很恼火的 为什么 你这事情要是办成了 估计拿个上千亿美元 或者几千亿 然后又搞乱中国的进程的话 美国可能很开心 如果不搞这些 但问题是 我觉得这些人可能拿了钱 还没有干活 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网红叫 院士 他还受了勋章 就是一个体系的 大家一起吃老百姓 我啥都不管 眼睛一闭 给个勋章 就行了 方便做宣传 当然我们美国那一个体系 我们也分析了 你是不是说你知道这些 美国就不公开数据 或者是天天公布霍尔金斯 什么大学的数据 对吧 美国公开的 就是告诉大家 告诉中国 你看我美国好惨 你们就继续疯 至少作弊战光 有没有说在关键的时候 比如说李文亮这些人 本来人家可能没什么事 人家死个例 他突然间挂了 这之类的 我们就不说 不过度责怪美国 这个我们自己要深刻的访思跟检讨 就是这个各个体系 好医疗体系我们说 这张文宏还是张红文 什么文宏张 对吧 这个网红张 那么他的这个严峻问题 是整个医疗体系严重溃败的一个结果 溃败到就是他觉得拿这种钱是无所谓的 因为过去十年二十年 他可能天天都拿这种钱 就西方药企的产的钱 那有什么不拿 对吧 辉瑞说他有药 能治这个病 他眼睛一闭 这个药大概也能治这个病 你觉得他会跟上面说 其实这个死亡率正在快速下降 我觉得话 其实下个月就可以放开 都不用等到明年 他会说这个话吗 他不会说 对吧 那之前拿器材的钱 拿进口的钱 那现在继续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这就是另外一个体系 他要拿的最多是钱 前面我们刚才说 那个体系最上层 他拿的是要拿的是权利 最拿的是宣传 对吧 这些人都拿到他们最想要的 然后我们的国家 就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 然后我们再看宣传口 包括说最低阶的街道办 他们都拿到了 连保安都有好处 然后觉得自己很有诠释 这几个小学文化 可以对那些博士生 这个15喝6的 多爽 还有地方光源 有良心的 他可能会网开一面 稍微放得开一点 敲摸摸摸的或者之类的 对吧 那多数的话就是 哎呀 建个这个检测点 又可以搞点钱 这搞点钱 那搞点钱 然后管控觉得 我这个光源多牛 整个城市都禁止 我可以到处跑 到处玩 那这多爽 多威风 然后还有各种什么 上面下来的防疫的资金 政策 这个去哪里了 我们都不得知 我记得当时武汉的时候是有说是蒙古还捐了羊对吧 三万只羊 羊不见了 然后他说武汉市政府跟一个上市公司合作有什么鸡什么东西呢 我们我拿到几包那就是里面一包一包的好恶心 就是冻成一个冰块里面的话可能一大一升的水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大拇指这么个很大的一个鸡块 拿回来就只能丢了 那玩意都不知道是啥 我看到右上角勉强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那个他的代码 这个是能吃的东西吗 那都是树生鸡吗 一看到那个样子就不是一个 然后我们最严重的这个情况 那还有一个就是政商关系政治斗争 就是这个张和子这一帮人到底是谁 这种公司的利益可能才是真正最庞大的 这是一张最庞大的网 他跟这个医疗体系一样一样庞大 甚至他是从零开始生长了 虽然说他是做什么张和子 什么张电子张原子什么之类的这种 我们不知道这公司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规模业务 但是核酸检测 这个是他之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业务 这毫无疑问 他拥有了最强大的影响力 就根据网友反馈的 就是这公司在哪成立 这个公司这个所在的城市就要爆发疫情 那他能这么快的拿下这么多的业务 现在网友我看大量指向是邓家的人 说跟我们的邓爷爷长得很像 这个我们不好做事 也有人说是他跟邓爷爷的女儿还是说怎么样关系 还是什么事 反正一摊子事情 但是这些红二代红三代最后很多消息是被坐实的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事情 中国这些年的红十字会 我还看了这个91年香港演艺圈给这个华东水灾捐款 香港演艺界钱被黑了之后还骂 08年还是捐的 香港还是捐的 香港有好的时候 这个也要宣传 对吧 也有不像一样的时候 想独立出去 那也不应该 对吧 当时也有好的时候 那演艺圈每次捐款 那是被骂了 心里不爽还是捐的 你知道当时08年说是还捐了小几百亿 一共700多亿 这个现在说是600亿 这个趋向不明 香港自己好像是说捐了一两百 好 那现在这个我说的就是说 包括红十字会 包括说像这个体育界的 包括像体育彩票福利彩票 这些 就有一些已经是很明白了 这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天天在拿利益 而且不是一点小钱 可能就是几个人就分掉几个亿 十几个亿的 就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非常的普遍的情况 他们是不是跟红二代有关系 他们到底有多黑 我们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你知道这种情况的话跟美欧那种 就是搞个小岛来玩是一模一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红二代红三代 就是他可以无止境的吸血 就是来到这种程度了 然后我们一点监督权力都没有 我们以前我平常说小李同学 这个从来的慈悲 从来不说这些 你看我的前两天我还说说法轮功 法轮功算什么 法轮功现在能拿多少钱 对吧 那也不是乐点 我说的是我隐约就是想说 正儿八经的就是这些才是真正的大钱 你隔三差五来个这么一个社会事件 他又把你卷个几百亿走 对吧 而且他是什么 严重影响你社会效率 他拿走几百亿 意味着这个社会是几千亿 乃至于几万亿的损失 把中国风控一整天 损失多少钱 中国一年的GDP是120万亿 人民币 对吧 每三天就是一万亿 把整个中国风一天 我们这个极端点算法就是几千亿 人民币 对吧 那你能拿走多少 你能拿一两百 然后造成这个社会损失的总财富这么多 这还是全社 我们中国是一人在支撑整个世界的财富 对吧 你们就这么搞 就这么玩 你知道吗 这红二代红三代 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人 太可怕了 我跟大家说 真的是 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说金银城的洗牌来到这个烈度 我们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说 我说20%什么意思 就20%的人要掉下来 或者20%的既得利益要交出来 或者说这中间有个排列组合 我们说像以前那么玩下去 肯定是不行 分成两道系统 大家各干各 美国的你们精神 你们好好的干活 中国也是这样子好好干活 这才是这个世界 未来我们81人除掉核战争之外 能够延续下去 能够过一个还可以生活的这个方式的办法 用原来那一套 我觉得是不行的 原来那套我们81人 就是俄罗斯也不肯烂出他的关键利益 美国也不肯 中国也有一些不推缩 那么大家就就值得打仗 要想均衡一点 就是先小心的冲突战争 打一架 然后大家各国各的 然后准备打一场大战 在那个情况下面 大家想打大战的时候 你才会努力的去工作 搞创新 搞科研 搞生产 才不会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拿个百分之五 三千亿一天的GDP 你拿个百分之五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一 你都拿不到 对吧 把大家都关了家里 最后得到的这个是什么 得到是 就是只有最小一撮人 他们拿到了这个很想要的东西 然后绝大部分人的财富是在快速塌陷的 这种塌陷怎么供养你们那一小撮人 塌陷一天两天可以三年了 还想塌陷多少年 我们说这个红十字会 包括福利财票体育财票 以前一直不查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这个三十年都过去了 对吧 那准备再来三十年吗 不可能 这个不是我不答应 我没那个水平 我们看这个局面发展是不答应 全球总财富总效率在疯狂的减损 对吧 你怎么可能供养起上面那么多人 这肯定是不现实 所以我们说这个改革 这回到我们这个主旨上面来 医疗只是一个大家也不会愿意听那么多 对吧 我也不是那么关键的 现在至于张文宏啊 这个王小冬啊 他们胡锡进啊 这些人有没有拿多少 这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 刚才讲到这个历史责任 现在习先生会背吗 你让习先生一个人来背 确实这也不合适 当时提建议的时候 你们怎么没提啊 对吧 那现在辉瑞啊 这很多地方很好查的 这个钱 对吧 因为中国谍报系统 国安系统那不是一点 那不是吃干饭的 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查不出来 那是有转账记录 你海外海外也有账户 对吧 你有那么多亲属 亲属每天的消费记录 有没有在那段时间暴涨 对不对 亲属问一问 你这个亲属不说 那个亲属会不会说 各种行政手段多的是 要查怎么查不出来 对吧 人不能冤枉好人 不能瞎冤枉 但是的话 你也不会抓错人 我想这个 我们说这么大的财富减损 谁能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那不是一点两年 一年两年 对吧 这我们说我们说习先生一共执政十一二年 你这一共就干掉了两年的这个所有 你能有多少成果拿来这么折现 拿来这么打折 所以我们就说回到这个改革这个议题上来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中美是这个世界为二具有改革能力的国家 注意表述能力不表示一定会改成功 但是你可以改改错了 你可以回来 但是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做 刚刚说到这些 那么你是要搞玩政治斗争 把这些红荷袋揪出来呢 还是说把这些责任的背到自己身上呢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当然是把把这些他们错误揪出来 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 对吧 然后你要顺势改革啊 这才是出路啊 要不然的话你又搞成政治斗争了 政治斗争下一把的话 他又过三年之后又有新玩意儿 人家又可以卖国了 又可以搞老百姓了 最后的话 我们国家怎么进步 这个都是耿庄园 我们怎么进步 而且我们之前还提到 就是我们相比美国改革压力更大 因为我们是挑战者 你从挑战者的这个角色往前冲 那么你一定要比美国更有效率 你就说美国的他新闻可以不自由 你要比他更自由 你能做得到吗 现在可能比英文世界还不如 对吧 那美国很多人躺平 我们也要鼓励所有人起床干活 美国很多高层顶层特别腐败 我们应该学康庸前他们早期的天天干活 努力的上早潮 努力的自己批皱褶 这些能不能做得到 要把红二代那些不干活的这些穷不掉清楚 不能像他们爱波斯坦一样的联合起来 每天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聊到这里我觉得突破口多得很 像我们前面说的像马晓磊 陈兴起来这些人可以认命 像年轻的干部多提拔 开放沿路了 这我们都说了好多遍 发发钱压制一下社会稳定 跟美西方号你让老百姓安定 不要考虑那些其他的去杠杆 这些问题都不要考虑了 LPR都不用考虑 民营企业家给很多的政治地位 我前面很早以前说马云 你要让他进入社会的顶层 马云这个人不行 但是一些资本家 像任正非这之类的 多拉一拉这些人 要形成一定的比例 站上去 什么是时代的英雄 在历史关键时刻 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我前一段时间 刷短视频的时候 刷了一个说法 叫三席一臂 是号称清朝第一皱折 再找个下集我们再聊 我在想该怎么说 因为这个席是习惯的席 跟习近平的席是一个席 这个好像有点避讳 我说该不该说这个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聊的比较多了 这个时政方面 但是我想经济本身越来越没什么可聊的 一个走向 对不对 就往下面走 那还能怎么样 我们这一集也说了一些 这个CPI 美国国际正在酝酿 对吧 未来半年冲击力道费不小 我们的出路就是改革 要么就是对外 就是硬碰硬 硬钢 硬钢直接 跟美国硬钢 这个代理人战争不现实 美苏才代理人战争 中国是从美国经济脱胎出来的 对吧 那么深厚的利益 那么多商业间谍 或者是这个纯情报的这种间谍 你怎么 你不好好的干一下 你怎么可能脱钩呢 怎么可能切割呢 对不对 你怎么自立门户 对吧 人家全世界小弟也不信了 所以我说这个也比较难避免 未来半年的时间 这都是我们这都是我们的预测 这不是我们的期待 聊到这 我突然间想起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之前一直说发钱的时候 其中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经济下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是不是采取就最底层老百姓 而是采取就正做决策的人 被左右就像刚才说的疫苗这个事情一样 疫情这个事情一样 开放的时间都是受到左右 那么高层如果做决定说 我们就就房地产 我们就这个就企业 就国企 就地方政府 那就完蛋了 我告诉大家 那就我说了 最后经济8%10%的成长GDP 然后听那些傻逼官员说的 可能是间谍官员说 金融官员说的 移工代正 这些方面 搞一些形象工程 最后的话贫富差距更大 最后我们钱是发出来了 然后这些钱变到富人的口袋 到央企的口袋 它效率很低 而且富人还把钱转到海外 然后人民币因为发钱贬值的一塌糊涂 然后通货盘上起来老百姓没拿到钱 你知道这个就不是一般般的问题了 我说中国社会解体 那不是说我这个 那真的有金融官员可能敢这么做 那就发钱移工代正 我批了多少次移工代正 是个死路 是个死局 你做了就等死 我跟大家说 你只要把GDP敢用移工代正的方式 拉到8%10% 你就等着完蛋 我就说了 没用 哎呀 好 不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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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